不妨礙你, 看來你請大家陪一見 休息這段日子不太好 我現在才明白到 當初我腫瘤復發 為什麼一見會緊張得這樣 原來看著最愛的人有事 心裡是沒有一刻可以定下來的 但我什麼都幫不了 就馬上這麼想 如果…如果一見搜紙一輩子都省不回來 那你打算這樣…這樣過下去嗎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明知道這段時間 你是什麼都做不到的 為什麼你不把力量放在其他地方 幫助那些你可以幫到的人呢 起碼在等一見休息醒來這段日子 你不會覺得自己這麼無能為力 時間也不會這麼難捱 是嗎? 一見, 我一直以為 首先有事的那個一定是我 所以我每個月都寫一封信給你 讓你知道就算我不在你 我也一樣會守護著你 誰知現在躺在病床的那個…是你 這個星期, 我想起很多事 很想念你在身邊的每一刻 為何沒那麼多照片? 今天英姊進一步惡化 我和錢醫生都做過最賣的打算 英姊和她老公滿叔 是我們見過最恩愛的夫妻 英姊最擔心的就是自己過世之後 滿叔會拆不下去 於是我教了她一個方法 我太太每年都會寄一封信給我 我就會拿來這裡看 她一命過了生路 這件事是她生前寫落的 告訴我回美關 為你一程的開生日子 下夢的太太是一件頭負責 那我相信一切都是有恩友 原來令我有勇氣結婚的那個 始終都是你 只是有一件事, 我沒告訴英姊 我一定要知道, 其實我一直都在寫信給你 而且還是每天一封 魚仔, 如果這麼不幸 我遇到意外, 只有重病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在你身邊 你依然會每天收到我的愛護 依然一樣幸福 收不住 昨晚去八十後座跟他們開派對 抽籤找他們第二輪的秘密天使 竟然讓我抽到你 一定是每天都知道 我這輩子最想守護的人就是你 謝謝 如真的 ался 不 細節 阿 ة 雷 我 說 我不